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。 为戏创作词曲。 张立昂首映会激动望歌名。 还是,三立周日新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佐,十二分之四,天剧行首映会,主要演员张立昂,叶星辰,孜弘,少祥,廖逸璇,郑嘉瑜,海玉芬,刘继范,郭艳甫,张瑞轩,吴继璇,严永烈,徐以曼,方大伟。 黄瑜珍,蔡翔,徐珊奇,张洛提,林思雨等人连妹出席造势。 张立昂听到现场播放她为戏量身打造的片头和片尾曲,难掩激动心情,一时想不起取名,后来她感性地说:"这是我第一次编拍戏,拍创作,真正体会,三明治,心情。 据我2007年回台参加歌赛比赛已超过十年,算是圆梦。 出身至剧场实力派演员的叶星辰在拍戏现场以及高艾克逗大家开心,一场掉入三米坑洞的戏,尽管罗尼不断,全身酸痛双脚瘀青,她仍能以脚打招呼,她搞笑说:"我筋骨叫软Q。 首次演出偶像剧的紫红则不像张立昂和叶星辰那样紧张,她轻松以对表示,职场戏顾及现实的却叫学生戏复杂,但我相信专业团队全心做好。 首映会上播放精彩片花,张立昂有别以往斯文深情角色,这次饰演职场机车上司,私下孩子气十足两种极端个性的角色。 张立昂和剧组不断讨论要如何呈现反差,她也因不同性格略在其中,我本身叫,拍戏要很幼稚去闹叶星辰,我觉得有趣又好玩。 紫红也要表现不同层面幼稚,尝下叶星辰,她也如孩子般被吓得惊声尖叫,吓她好有成就感。 我和丽昂发现两人吓她的招式都一样。 面对两位闹她的帅哥,叶星辰通常只能很弱用嘴反击,但有次她下开门进来的张立昂,没想到她被吓得大叫,张立昂澄清说,我是很,嫩,的叫。 但坑洞戏中张立昂被遭蟑螂爬上脚,让她不得不承认很可怕,叶星辰爆料,她全身起鸡皮疙瘩还大笑。 另外,其他演员在剧中也有不同的挑战,邵翔第一次挑战演爸爸,原本很紧张,没想到五岁童星成熟又活泼,她松了一口气,我将她当同事互动聊天。 模特出身的廖亦璇在戏中饰演服装设计师,她请教很多好友,演得很有,偶像包袱,就会像设计师。 郑嘉宇此次则演出职场女强人,她笑说即使常被欺舞,我私下追求完美但不是,女强人。 还愉愤之前成功塑造国民姑姑形象,这回变身为暖女,她得意地说,我是全剧中唯一不需争得男主角同意就可以进出她房间,而且还晓得她所有size的人。